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Vin姐召马的内容方面 会比较特别 因为不止谈到刚刚的赛日 再对上一个赛日 都会选择一些重温 和大家再看回 在讲今集的正题之前 都要回顾一下 刚刚星期三晚11月3日 谷草夜晚的成绩 今晚的成绩我自己都挺满意 因为见到头很长 特别是跑到一些二重彩 还有起必胆也有埋到Q 希望去到接下来的赛马日 都可以继续保持成绩 甚至可以再提高多些命中率 好了 在讲今集的正题 早前因为自己的时间分配得不好 所以有一集 有两集的召马都没有拍过 所以今次都会和大家 顺便再看10月31日的时候 那天的谷草日马 先讲前一期的赛事 谷草跑日马的时候 选到一条片和大家重温一下 就是当日的第三场 这一日第三场就是跑四班的一千米 现在播一条片 出集了 这场没什么马猛 前面影声弹出见过河竞桌 在它外側的位置 黄龙帝国都快 这个时候初出马一档起步的风雷电 沿着条篮都上去放头 风雷电贴难放 二叠位置就是黄龙帝国 再数出去就三叠是令裁 一个马位之后 前面的马车快了 所以苦告白斗 慢慢由四叠 埋到有遮挡的超级位 后一排的马才看到蒲合超德 貼蓝就是过河竞桌 外側位置是神州时代 和开心威龙 三叠望空 一个马位之后 还见到明月生辉 再数了 貼蓝的马就是德力宝区 包装后的马 暂时是亲爱的和健康美丽 准备入直路的时候 前面风雷电依然在前面 保持着不错的走势 内蓝等位 库高白斗 在它外側位置追 看到蒲合超德 和过河竞桌又上回 到最后阶段 风雷电在前面透出了 后面不断追 就是库高白斗和德力宝区的马 风雷电在前面 库高白斗一路追降风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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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风雷电的走势 保持得不错 风雷电赢马 库高白斗跑第二 德力宝区跑第三 过河竞桌跑第四 看完这一场重播 其实在这一组的参战马里 就是选到蒲合超德 去和大家跟进 一路就看重播一路说 蒲合超德在这一场 就是排着六档起步 可以看 出门 停一停 指一个位给大家 在中间的位置 深浅蓝色彩衣 那一匹 就是蒲合超德 继续播 这一场就是他本身 刚刚新胜 赢完马之后再跑 其实都见到赛前 都会有点担心过去 名领潘顿赢完之后 换回田坦档上去 到底是能不能够 这个马 似乎好像 骑士那方面 是发挥那方面 是有点不同 你不要计他说 组段 不够快 因为他前面那些马 可能真的扯得比较快 升班那些 黄龙帝国又快 初出马 风雷电又快 所以如果继组段 蒲合超德 稍微留着跑 有遮挡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好了 现在四叠入彎 见到赛马 其实他的跑肢 过往都好像曾经 指出过这个问题 就是不转脚 你看到现在二百多米 是没有转过脚 出错脚 现在蒲合超德 田坦一直打下去 一直騎下去 都依然出不到的正脚 差不多去到现在 最后五十米 才勉强叫做 不过前面那一对脚 所以结果就是连披都没有 结果了 蒲合超德 在这一场赛事里面 就是第五名过终点 刚才也提及过 可能真的 骑士发挥方面有问题 但如果数到 在香港到底有什么骑士 可以帮到匹马转脚 当然了 蒲合超德的赢马拍档 潘顿 是一个挺有心得的一位骑士 另外 莫雷拉 一般来说 特别可能跑到一些谷操的赛事 他也是可以很快令到一匹马 转完弯 入到正直路之后 很快就转到正脚 另外可能外籍师傅方面 史卓锋 都可以做得挺不错 因为他可能够硬弓 大便打下去 令到正马 都可以很快地转到脚 蒲合超德 过往也是有过这个转脚的问题 所以结果都是要在潘顿的跨下 才可以赢到马 下一次他再出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换人 如果换到我刚才提及的三位骑士 潘顿、莫雷拉、史卓锋 就会对我来说 信心更加之大 因为正马其实是fit 出习正常 走势方面一直都是正常 只不过是有个转不到脚的坏习惯 所以都需要骑士的一个配合才可以 跟进一下他 看看下一次再出会不会换人 好了 去到另一场 和大家看看重温 同样都是10月31日的谷草人马 从recall大家的一些记忆 就是看到第九场 这一场就是跑三班的一千米 可以看一条片 好出集了 比较慢了少少见到卓乐人生 前面应声弹出 见到暖在里心 在他外 试试亨通一对马都快 后一排的马 留住少少少 威妙星走近外跌位置 数回来南区 保金市又不放 卓多福现在暂时定在三跌望空的位置 再数回来才见到上架 后一排的马 贴实条篮来跑的 就是一只大C级外跌位置 就是会长之星 一个马位之后 卓乐人生上少少 再数内篮 时事幸好 暂时尾尔就是击赏 然后堕后的马 就是初出马快博 准备入彎 时事亨通 二跌稍为占先 顶实条篮的暖在里心 卓多福一路走三跌望空 入阵直路 暖在里心在中间的位置 骑下去走势相当之好 内蓝等位是南驱保 外側追少少 时事行通都有两步 危多福一点 中间就会长之星追上来 斗到最后阶段 暖在里心在前面 差不多很大机会赢这场赛事 后面的马都是差第二 见到中间位置有会长之星 内蓝的快博都选上来 那是终点 暖在里心源 Lima好轻松地收工赢马 跑第二名 就是会长之星 第三名是内蓝 找到个位充上来很厉害 快博 然后第四名才是南驱保 看完重播,这一场跟进码说到名次都一样 因为始终在12匹三字码中,在第11名过终点的威妙星 但我相信它是绝对值得大家去跟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再看多一次那条重播就可以了 派了10档起步的就是威妙星 很好出集 停一停 其实今场主要是一对马,比较快一点 当然,就是包括今场的头马暖在里心,同色眼罩那只 然后数出去,试试亨通快 同时之间,见不见到10档起步的威妙星 其实算他,跳出来的集那一下,都是反应不错的 继续看 快集之后又怎样处理呢? 当时的安上人其实是田泰安 因为这一场赛是威妙星的评分,达到60分这个水平 所以其实他可以尝试一下,跑四班也可以 或者试试三班 这一次呢,可能他想试试试试一试试马到底 在三班背着轻榜,会不会对于他的表现有所改进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太差的,特别他在早段的时候快到 但是稍微留着来跑,其实他这个耳蝶也是可以遮挡的 跟着来跑之下,会不会第一次上来三班,跟不上的步速呢? 进到直路之后,其实他和艾多福有些少轻微的碰撞 但不足以影响到他的法力 只不过,可能真的暂时来说,见到威妙星的能力 暂时来说,在三班,始终都真的不行 不过不要紧的,今次我觉得他是想试试的 结论就是,可能也是跑四班的赛事比较好 再看回目前来说,威妙星的评分仍然是60分 相信如果他下次跑四班赛事来计,我相信是可以有些表现 因为始终今场对手都不同了 下一次再出,如果他跑四班,也绝对值得大家跟进 可以看看威妙星 好,讲完两场10月31日的谷草日马赛事 都可以看看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11月3日的赛事 这一晚亦选到一场大长途 第二场的五班2200米去和大家看看 现在看看重播 好,出集了,晚了下来,见到凌风暂时落后了两个马位左右 前面快的马,应声弹出过关胜仗 今次增情上来相当之快 现在一直在前面占先 内南都快的马,见到香港精神上回些 睡眠攻略,缩回来跑 外侧的位置,先见到雷亭战区緊守第三位 然后再数出去,荣华王昌 外侧的位置,荣冠带道,暂时在四叠的网空位置 看看田泰安怎样去处理 后一排的马,才见到生生覆运 数回来,就是睡眠攻略,内南有荣华 一个马位之后,行乐之光和情趣 暂时包在最后,都跟回贴一点 就是刚刚漏集那一匹的凌风 准备去到第一次过中点进化 前面放头的马,就是转税初出 增情上来的过关胜仗,贴烂信放 在外侧的位置,就是荣华王昌紧守二叠 后一排的马,香港精神 一路贴实蓝都一步不舍 外侧的马,还有一只雷霆战区 这个时候,三叠网空的,就是荣冠大道 看看他会否采取这个变咒策略 荣冠大道,紧随其后的马,就是一只生生覆运 数回来,是睡眠攻略,然后贴蓝就是世纪之威 一个马威之后,才见到行乐之光在二叠位置 贴蓝尾三,就是荣华,暂时尾二,情趣 然后贴蓝包尾,就是凌风 刚刚入到对面直路的时候 前面贴蓝方头的马,依然还是过关胜仗 外侧位置荣华王昌,然后再数 荣冠大道,真是全程走着三叠 现在去到对面直路中段,都似乎没想过变咒 数回来,还有一只雷霆战区,然后贴蓝就是香港精神 后一排,见到情趣,开始率先发力 紧随其后,山生福运都不敢怠慢,开始走上去 紧随其后,行乐之光都走上去,和睡眠攻略那些马 准备入弯的时候,山生福运稍为变咒,透出了 不过在二叠的位置 第二位的马,贴蓝依然仍是荣华王昌 火关胜长,开始移动 在外侧,情趣,睡眠攻略和行乐之光这些马 都是抄着了中外叠缓上来 入到正直路的时候,山生福运在中档位置 依然仍仍在占先 后面追递,见到情趣,内蓝和香港精神 外面,睡眠攻略和行乐之光走势都不错 到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山生福运依然有少少优势 不过睡眠攻略打下去的势相当之厉害 睡眠攻略,这里过了 跑第二名,行乐之光 第三名,山生福运 第四名,走入面 香港精神 好,这一场不需要再看重播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刚刚看片的时候 有一匹马早段的时候 走势都挺确定的 说到就是过关胜象 如果看它的往迹来算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优点可言 但今次看到它大幅增情上来 结果可以在头三、四段 都是进占在一个贴栏放头的位置 特别是可能说它出闸时的反应最快 起码都捱到三段回来 这个走势我也是满意的 虽然它最后去到末段的时候 都是断了、散了 结果第八名过终点 就是明次上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朝刊回这一匹马血统 似乎跑短途都会比较合适 会不会今次当这一匹马踏入五岁 今次当是开气,热一热身 练一练气量之后 解释下一次 缩程落去跑1200至1400米 留意 1600也嫌长 最好是1200至1400米 我相信如果过关胜仗 真的来到今年五岁有进步 之后缩程落去跑短途 特别是1200至1400米的赛事来算 都是期望可以凭着一个冷门的身份 可以有些惊喜带给大家 所以过关胜仗 如果再出跑短途有赔率 都不要忘记它 好了 这一集的WingJekommer 先说到这里 下一次赛后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